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 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有关通俄门的逆向调查 上一节我们跟大家回顾了通俄门当初调查的源头 以及逆向调查过程当中 检察官达勒姆发现了什么 现在最劲爆的材料是 达勒姆发现当初希拉里的总统竞选委员会 以及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 花了大笔的钱 请了科技网络公司对川普进行了监控 这个监控是进入到川普竞选团队的伺服器 这跟当年的水门事件性质同样严重 但是更加严重的是 等到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 已经开始履行美国总统职责的时候 希拉里所聘请的科技网络公司 依然获得了白宫总统行政办公室电脑伺服器的维修合约 那么就是说希拉里所聘请的人 继续可以在川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 从总统的电脑里边获取资料 从竞选开始到川普最后宣誓成为美国总统 整个过程可以说 民主党对川普除了栽赃之外 还进行了全面的监控 如果川普当时有任何违法的丑闻的话 川普的总统竞选行程也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希拉里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没有找到川普的任何罪证 那么这是不是说川普是经过一个严格的审核 经过严格的考核的一个美国总统呢 川普过去在通俄门前前后后 所发生的一切丑闻都是谣言 似乎从目前检察官达罗姆所公布的资料当中 我们看到了川普是一个经得起检查的美国总统 跟拜登的宝贝儿子的丑闻 联邦调查局现在调查没有结果 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民主党的栽赃陷害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通俄门的逆向调查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说了除了希拉里的竞选团队的成员卷进去 还有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很多人也卷了进去 过去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 到底谁在对美国政府进行渗透 或许在冷战时期是俄罗斯 或许到最后美国经常指控中国的间谍对美国政府在进行渗透 但是今天美国的证据让我们看到 渗透美国政府的不是外人 恰恰是民主党 民主党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渗透 已经令到共和党在执政的时候 共和党的总统 共和党的重要的官员 无一不被监控 在通俄门调查过程当中 曾经联邦调查局有一叫凯文的律师 也被达勒姆起诉 为什么起诉呢 这个非常有意思 川普的竞选团队当初有一个政治顾问叫佩奇 佩奇在通俄门调查当中被指控为俄罗斯的间谍 那么佩奇是什么人呢 在达勒姆的调查过程当中 佩奇的真面目露了出来 佩奇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的任务是什么呢 接触俄罗斯的相关人士 接触俄罗斯的官员 替美国在俄罗斯的重要人士身上获取情报 正是这样一个佩奇 是川普竞选团队的外交顾问 但是呢 通俄门的调查把佩奇描述成俄罗斯的间谍 他本来是一个反俄罗斯间谍的中央情报局的雇员 却变成了俄罗斯的间谍 于是因为有佩奇跟俄罗斯间的关系 当时联邦调查局向美国的法庭申请了对川普进行监控 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如果你要监听一个美国公民的话 是要得到法庭的批准的 问题是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 法官不会批准你对一个美国公民监控 更不要说对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监控 于是联邦调查局出面向法官申请说 这个佩奇是俄罗斯的间谍 所以要对他进行监控 希望从他身上获取川普犯罪的证据 邓调查局怎么看这位联邦调查局的这位律师凯文 为什么会卷进到两党的这个斗争当中去 这也是美国司法系统的一个悲剧 因为执法部门包括FBI 还有这个检察官办公室 都是应该是行政中立 证据在到哪里办到哪里 应该是这个本质这个原则的 但是很可悲的话你可以看得出 在最近这几年 这个行政中立执法中立 已经荡原无存了 为了这个政治理念 往往的话出卖职职的职业操守 所有的检察官还有这个调查人员 他们效忠的是美国的宪法 他要保证的话执行美国的法律 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得出 如果是采用一种违法的手段来采证的 也会触犯了美国法律 在这个案件里面 除了多拉这家高科技公司之外 你可以看得出 他任何牵涉的国家安全 他都有一个保密的协定 他不能够违反这个保密协定 而将国家机密透露给其他部门 从目前从这个所法院公开的文件 可以看得出 他是请了这家公司 这家高科技公司将的资料交给了另外一个大学 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 那是属于乔治亚理工学院 他是拿了政府合同来分析数据 所以这些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但是为什么的话成为一个竞争对手 财政的一些工具呢 所以这些 他的有没有利用国家的机器 为了图立某个利益团体呢 这个部分 我相信将来国会要进行调查 因为怎么样只能够相信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 不管是情报人员 因为尤其是一个情报人员 为了政治立场 他可能提供假的情报 那我们国家安全的话 这个情报可靠吗 所以这个就是国会要进行调查的一个原因 但是在目前民主党所控制的 在国会里边 不可能会有成立一个自己调查 自己民主党的这样的委员会 期待的话在11月的时候 有可能共和党夺回了参众两院 这种情况之下 我相信国会会进行听证会 因为2016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已经有过了所谓的刑事追诉期 5年 一般联邦他起诉 要在5年之内起诉 在刑事责任方面 可能没办法追究 这些难用政府工器 来图立某个利益团体的 所以希望的话 能够经过国会的调查 端正执法部门 我们的执法部门能够秉公办案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想请教邓律师 那个联邦调查局的律师凯文 他所犯的罪行是在于监控 我们刚刚说川普的竞选团队 顾问佩奇的时候 他明知道佩奇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 但是他图改了文件 把这个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这个身份 从文件当中抹去了 于是法官在被他蒙蔽被误导情况下 法官才批准了对川普竞选团队的监控 并且批准了总共四次 长达一年的时间 监控川普的团队 按道理说这是一个联邦重罪 首先你向联邦部门说谎 第二你篡改了联邦的重要文件 那么这样严重的罪行 为什么凯文最后只得到了一个缓刑的惩罚呢 这跟法官的政治立场 就是裁决这个案件的法官政治立场 会有一些联系吗 当然了 因为你要知道 他当时向法官申请 要求法官的话在监听卡特的这些记录 以后来联络的时候 他提供的资料是不实的 所以这个部分有独树之果 这个法律的推理就是你提供的资料是假的 那你法官的签署的文件也是不正确的 当然他很明显他自己也认罪了 他说我图改的文件 然后拿到了稍查令 但是这个在一般的情形之下 如果是你是利用你自己的公器 以后而触犯了联邦法规 至少要判到五年以上的劳刑 但是法官的话 你要说一为什么 法官是总统任命的 说的话有政治的影响力 就像现在这个国会里边 有可能会相讨 拜登总统所提供 提供出来的这些大法官的任命 这些大法官他不可能提名一个保守派的人 他一定是提名 他已经表示我要提名是女人黑人 以后的话 这种女人黑人的话 他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认同他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 美国法官的话 本来应该是秉公办事 但是同样的因为他的政治理念 而重新发落了这个触犯联邦法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要在司法方面来改 怎么样的改的话 就是我相信国会现在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 因为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 两边的法庭 两边的法官都有政治的立场在里边 拜登上台之后 他一口气提名了100多名自由派的法官 川普上台的时候 他跟Mitch McConnell合作 以后提名了三名联邦大法官 300多名联邦的法官 在加州 以前第九存回法院是非常自由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话 一半是保守派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法官 另外一半的话是自由派的 可以看得出现在的话 马上变得平衡一些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相信美国是个check and balance 以后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法官是民主党所提名的 但是他真正你现在你可以看得出 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的案子 在司法部拜登上台之后 马上撤销了 不起诉这个哈佛大学了 没想到最高法院决定 在今年10月份开始听证 有哈佛大学在招生的时候 有没有歧视亚太裔的学生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美国还是一个 可以说是相互制衡的一个体制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通俄门的逆向调查 检察官达罗姆已经公布了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法定文件 让我们看到的话 当年从这个2016年开始竞选的时候 民主党可以说用显微镜对川普进行了监控 但是没有发现川普的任何罪证 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川普在2017年的时候 他就说过 2016年的总统大选 民主党对他进行了监控 当时所有的左派媒体 所有的民主党人都说 川普在说谎 今天检察官达罗姆对通俄门的逆向调查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你们有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吗 我个人在主流媒体上 除了护士电视台之外 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政坛 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司法系统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媒体 通俄门的逆向调查 爆出了这么劲爆的猛料 让我们看到20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017年川普说 他被监控 民主党人以及左派媒体说 他是在说谎 让我们想到了2020的总统大选 川普又说 这里边存在着大规模的舞弊 他的选举胜利被窃取了 同样民主党人 同样左派媒体 主流媒体说 川普在说谎 川普这次真是说谎吗 如果我们从通俄门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 川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总统呢 真是一个通俄的 身上充满了铜臭味的 身上充满了丑闻的美国总统吗 美容兄我们对照通俄门对川普的监控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评价 这个美国前总统 是我们看到这整个通俄门的调查 和反调查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也是很忧心 美国现在的政治环境 是不是健康 以目前来看 这个反调查的过程 三次公布调查文件之后 事实上有很多证人 也承认了当时捏造事实的罪行 但是我们看到主流媒体 几乎不太报道这样的新闻 甚至发生了白宫总统行政办公室的资料被窃取 都没有正义的声音出来喊话 甚至我们也看到了在国会 整个共和党的议员 也并没有太多的声音出来质疑 整个司法调查的程序和结果 那我们看到了目前 整个政治正确的方向 似乎对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热衷 所以我们直接看到了 整个忧心的事实 是不是川普总统值得检验呢 这个我们已经不需要去讨论 至少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找到川普通俄的直接证据 而目前整个达勒姆特别检察官 他的过程中间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些明智之举 到目前为止 联邦检察官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并不对针对某些犯罪的个人来起诉 而是针对犯罪事实 起诉某些人继续对这件事件的调查 所以说呢 目前三次的检查报告公告之后呢 事实上整个审判的过程呢 会在2023年之后 也就是说 在不影响2022中期选举的这个状况下呢 继续推动整个通俄门的反调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我们就看到了达勒姆他目前的安排呢 在整个这个调查过程呢 即使目前某一些人 也许像主持人刚刚讲到的某些人 他事实上篡改了联邦的事实证据 是一些重罪 没有错 即使他今天被判刑了 其实这些民主党人心里很清楚 在拜登下台之前 他们也会被特色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事实而重判这些犯罪这些人呢 事实上没有太大意义 对整个事情的调查呢 也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而目前呢 针对他公布的事实 让这些犯罪人呢 直接的在证据之下的压力 会不会转为污点证人 而供出更多的事实 在未来的调查过程中间呢 把整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选举过程中间的这些事实 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这才是整个调查结果 我们必须观察的重点 回顾当初通俄门的调查过程当中 我相信美国有很多人是相信 川普跟俄罗斯有联系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恰恰跟俄罗斯有联系的不是川普 而是西亚里竞选团队当中的某些人 那么今天达罗姆对通俄门展开了逆向调查 美国的选民又是怎么看呢 美国一家民调公司TIPP 对这个达罗姆的逆向调查 做了一个民调 电话随机访问了1300多位美国公民 那么在这个民调过程当中 让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我们通常说民调的数据 大家不要完全相信 只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这个TIPP的民调显示什么呢 有66%的民主党人觉得达罗姆检察官 应该对通俄门之间进行逆向调查 91%的共和党人支持 还有74%的中间选民支持 大家如果觉得66%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应该觉得应该调查通俄门 那么这个数据好像并不高 但是在几个月前 民主党的支持者支持通俄门调查的 只有不到40% 这就是今天美国民众 在通俄门逆向调查的发展过程当中 大家慢慢看清楚了 当初通俄门的调查 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是一个针对某一个美国政治人物 一个美国公民跟俄罗斯有特殊关系呢 还是为了在选举当中 为了自己的胜利而不择手段呢 杰天兄怎么看美国民众 当初看通俄门的眼光 跟今天看通俄门逆向调查的眼光 这里面显示了民情当中 有什么微妙的变化 民情的变化 其实是可以把美国政治 带回到一个比较原始的 这个莫忘初衷这种感觉 就是说你看从民主党自己支持者 对这个调查从40到60这个过程的进展 也就是说民众所要求也许 所想知道说到底真相是什么 因为寻求真相的人类的本质 可以带领说美国可以产现 不只是这个check and balance 这个特质以外 还有美国的政治其实是有一个风向 他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美国的选民如果有到这种程度 是可以帮助美国的这个政治 有自我修正 因为不只是说就用法律来制裁坏人之外 其实寻求真相的这个本质的需求 是美国的这个政治 唯一回到亲民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那因为我们可以看过去 这个在选举中互相抹黑 或者是说要批斗 或者是说要找出丑闻 在川普的身上 我们看到要说他这个税表有没有问题 事实上要用财利的方面来找出他贪污 或者找出他这个税表有问题 到目净也没有一个结论 再用他的丑闻要找出有 跟这个社部分也没有一个定论 那接下来就是说 他自己有没有私通外国 这些在这证据也反向证明说 其实政治人物是可以经得起考验 是在这些的显微镜过程中 可以还他一个清牌 但是我觉得人民民众所需要 是一个真相的一个寻求 那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展现美国的民主 不只是这个有这个自我修复的功能 而且其实我们看 像以过去来讲 像美国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最大的一个事务所叫 阿瑟·安德森 最后在他的帝国崩解的情形下 就是因为美国 因为他的安南案 这个案件让这个美国最大的会计事务所 就一下就倒台 其实这也证明了说 其实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一个 这个工人呢 不管是监督或者是他把一些 这个不好的这些东西排除的这个能力 远出我们的这个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 很多的这个一些的制度上 能够再回到亲民 很多的都是要靠美国 这个自我修复功能 再加上我们对未来这些选举上 用选票或者用真相 很多的夹节的方式 让这个两党能够回到比较好的一个 互相竞争的一个相互制衡 而不是互相用更激烈更糟糕的手段 让民众唾弃这些所谓的政治家 他们所谓的高道德 可是所用的方法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这些丑恶 我们希望美国的政治亲民 可以导向未来的更多的经济的发展 美国的这个外交的实力 或者是他的内政的亲民 这些才能够让一个国力 综合国力一个更加坚强的一个证明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马克兔温 他在1930年代的时候 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作家 那么他也曾经试图参与美国政治 也出来竞选 马克兔温在他的小说里面描述 他出来参加竞选的时候 对手为了抹黑他 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呢 当马克兔温出来准备 为他的竞选演讲的时候 突然台下冲出了十几个 各种富士的小朋友 抱着马克兔温的大腿喊爸爸 意思就是说马克兔温的私生活非常混乱 当年马克兔温对美国政坛的批评 认为美国政治已经荒唐到这种地步 为了抹黑对手不择手段 可以找不同肤色的小孩 当众抱着你的大腿喊爸爸来抹黑你 但是马克兔温当年所描述的 美国政治的黑暗 跟今天我们看到2016年 所谓通俄门的调查过程当中 相比较的话 真是小无见大无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川普从2016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 大家还记得川普有多少丑闻吗 除了通俄之外 还有什么川普在俄罗斯跟妓女的如何鬼混 川普在年轻的时候有多少风流的丑闻 还有乌克兰的电话门 以及川普公司的种种丑闻 甚至有人信誓旦旦的说 川普集团 川普的酒店集团 收收了大量的外国的资金 何以见得呢 因为有外国人住在川普酒店里面 这就是川普收收外国资金 等等对川普的一系列的指控调查 到今天停止了吗 没有 纽约州的检察官张乐霞还在指控川普 指控什么呢 说川普找银行贷款的时候 虚报了自己的财产 所以川普在这方面有犯罪 要传照川普传照川普的子女来作证 现在川普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就帮川普公司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已经被迫跟川普进行切割 说过去我们跟川普所报的一切税的 所有的税务数据已经不再可信了 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有自己的守折 我想这一点俊仁兄应该非常清晰 当会计师事务所跟一个客户服务的时候 是由美国法律为依据的 今天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在川普并没有受到指控 并没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跟川普切割呢 背后的政治压力可见有多大 现在通俄门的逆向调查告诉我们 当初通俄门到底这个资料是怎么来的 一句话捏造来的 整个过程当中 这些人在通俄门调查中有没有违法 有 那么我们就要请教邓律律师 接下来通俄门的调查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刚刚说了特别警察官达勒姆说 对相关人士的起诉会在2023年开始 那么接下去美国很多政坛人物认为 通俄门的逆向调查 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重量级的人物 比如说当初捏造这些资料的时候 谁知情 西阿里知情吗 如果西阿里知情的话 那么奥巴马知不知道呢 在这个整个通俄门调查过程当中 有一个迷一样的人物 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前局长科米 据说当时科米就发现了 西阿里的团队对川普进行了监控 并且向奥巴马做了报告 奥巴马并没有做任何表示 所以这个监控才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那么如果奥巴马知道的话 现任总统拜登当时是副总统 他知道吗 如果这样追究下去 邓丽师跟我们分析一下 接下来通俄门逆向调查最大的这个政治冲击波 有可能会冲击到谁 又会不会在未来的政治选举当中 慢慢整个通俄门的逆向调查会归于成绩 有这样可能吗 对在2016年选举的过程 因为这个时效性5年已经超过了 检察长可能没办法继续的进行刑事的起诉 但是将来他可以看得出在过去5年之中 尤其是川普做总统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执法部门 FBI或者是这个原体公司 他们有没有违法 我相信的话尤其是这个高科技公司 他曾经的话帮起来历 并且他希望起来历当选之后 他可以得到一个任命的 这个的话这个Ronald Dolph 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这部分可以牵扯到 你这个民主党知不知道在暗中 以后帮忙 并且的话这些官员 他跟合同的时候签合同 他知不知道他已经违反合同 将白宫的相关资料 透过网络的话 这个分享给其他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会牵扯到很大的一个层次 当然检察长他现在特殊的检察官 他可能会继续查 同样的要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要透过国会 只有一个是11月份的选举 共和党掌控了国会 这种情况之下 他可以成立一个这个国会的调查小组 进取的调查 调查的话 国会调查 如果发现的话 在过去五年之内 还有这种不法的行为 他同样可以要求司法部进行起诉的 关于通俄门的逆向调查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宾 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意见 通俄门的逆向调查 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还会在未来 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案件的发展 今天非常感谢邓律师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美容兄 感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金正兄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朋友们 批判时事 解读新闻 我是张修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